HELLO 大家好 我是Guy1 很多剛開始想接觸健身的朋友呢 終於下定的決心來到了健身房 但是卻被眼前這種各式各樣的健身器材給震懾住了 這麼多的器材我該從何開始 那這些器材我都沒有使用過 會不會用的不好被別人笑 該不該請的教練 可是剛好最近手頭又比較緊 今天呢我就來帶大家認識各種健身器材 它的使用方式 以及它所訓練到的肌群 絕對比你想像的要單純許多 跟著這支影片讓你愛上健身房 愛上自己 首先我們把身體的肌群大致分為 胸腿肩背 胸搭配二頭 腿搭配臀 肩搭配三頭 背搭配腹肌 這個沒有一定 只是我個人覺得 這是一個對於沒有中勳課表的人來說 一個非常棒的組合 讓你可以系統化的訓練 到健身房不在不知所措 那我們就先從來到健身房的第一天開始吧 今天我們練的是胸加二頭 胸肌的訓練動作主要分為 中下胸的 啞鈴臥推 槓鈴臥推 Cable夾胸 當你來到健身房 你可以挑一個動作 作為你練胸日的第一個動作 也許槓鈴沒位置了 我們就可以去用啞鈴或Cable訓練 每一個動作都很好 效果也不會差到太多 我們不要心急 不要每一個動作都想做 我們只要挑選一個 把它完整的訓練好就好 練完中下胸之後 我們來到第二個動作 上胸 上胸的訓練動作主要有 機械式上斜握推 啞鈴上斜握推 如果你是剛接觸重訓的朋友 我建議你挑一個動作 把它完整的訓練好即可 接著我們來訓練 胸的最後一個動作 夾胸 夾胸它可以讓你的胸肌發育的更完整 進而讓你的胸勾線條看起來更明顯 夾胸的訓練動作主要有 機械式夾胸 Cable夾胸 啞鈴上斜夾胸 挑一個動作 把它完整的訓練好即可 胸練完了 接著我們進入 二頭的部分 那二頭的訓練動作呢 主要有針對短頭的 啞鈴彎舉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先從 啞鈴或 槓鈴彎舉開始 非常容易上手 一樣挑選一個作為二頭訓練的 第一個動作即可 接著我們就來做針對長頭的訓練 雖然說是針對長頭 但是其實這些動作呢 都可以讓你的二頭完整的練到 啞鈴垂式彎舉 上斜彎舉 Cable垂式彎舉 同樣大家挑一個動作做完整即可 以上呢就是我們健身房 初體驗的第一天 是不是練得非常的輕鬆愉快啊 我們只需要在上述的訓練動作當中呢 各挑一個出來訓練就好 比如說胸的動作我可以挑 槓鈴臥推 機械式上斜臥推 Cable夾胸 二頭我可以挑 鞋板彎舉 Cable垂式彎舉 中訓過後呢 如果你想再做一些有氧 增強心肺與體能 你可以使用 跑步機 飛輪機 戰神 有氧會建議大家做15-20分鐘就足夠了 那過程中不斷的變化頻率 忽快忽慢 會更有效率 練完就可以來一杯乳清蛋白 補充一下蛋白質然後回去休息啦 哇 一覺起來有沒有覺得胸跟二頭很痠痛啊 那代表你昨天練得很認真哦 恭喜你又變得更強壯了 今天我們來訓練臀腿的部分 大致可以分為前側後側與內側 那前側與內側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做 腿推肌 槓鈴深蹲 腰帶深蹲 後腳抬高蹲 相鋪硬舉 犧牲肌 機械坐姿假腿 腿部的訓練會稍微多一些 有些很相似的動作 像是 腿推肌 槓鈴深蹲 腰帶深蹲 我們就可以挑一個來做就好 接著我們來訓練 臀腿後側 主要的動作有 吸曲肌 羅馬尼亞硬舉 Cable 腿後屈伸 機械坐姿腿外展 臀推 提腫 下肢 看到這邊是不是覺得有點複雜呢 大家也不用心急 畢竟臀腿是屬於大肌群 訓練的動作當然也會比較多元 我會建議大家就挑選幾個出來 把它做得熟練即可 比如說腿前我們可以做 腿推肌 後腳抬高蹲 犧牲肌 搭配臀腿後側的 吸曲肌 臀推 提腫 六個動作其實就可以把下肢練得很完整 熟練之後可以再去替換不同的動作 讓我訓練更多元 練後也別忘了補充營養哦 補充屏的連結我會放在影片的下方 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就歡迎直接去點 來到了第三天 大腿是不是酸到連樓梯都快爬不動了 加油我們還剩下兩天 今天會帶大家訓練肩膀跟三頭肌 那今天的動作呢 主要我們可以做前速的 坐姿啞鈴肩推 槓鈴肩推 機械式器材肩推肌 同樣大家挑一個動作做完整即可 中速的動作分為 亞鈴肩飛鳥 Cable肩飛鳥 後速則分為 亞鈴後飛鳥 機械式後飛鳥 Cable面拉 山頭的訓練動作主要分為 長頭的 仰臥山頭驅伸 Cable過頭驅伸 外側頭的 Cable 下拉 雙槓撐挺 Bench 撐挺 看到這邊大家是不是想問 這麼多的訓練動作我是不是各挑一個出來練就好 是的 沒錯 舉例來說肩部的訓練你就可以選 機械式器材肩推肌 啞鈴肩飛鳥 機械式後飛鳥 三頭訓練可以選 仰臥三頭屈身搭配Cable 下拉 基本上肩跟三頭就可以完整的訓練到囉 吃根蛋白棒 補充一下練後所需養分 哇 腿也痛 胸也痛 你覺得全身都好痠 加油 堅持下去最後一天了 今天呢 我們來帶大家練背跟腹肌 後飛的訓練動作主要分為大小人肌及擴背肌的引體向上 滑輪下拉 槓鈴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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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姿Cable滑船 機械式拉背肌 機械式拉背肌 斜方肌的動作有 槓鈴手肩 T字飛鳥 槓鈴滑船 槓鈴滑船 速姿機的動作可以用 滑輪下拉 坐姿Cable滑船 槓鈴聳肩 螺螞蟻三陽挺身 仰臥捲腹 下腹抬腿 這幾個訓練動作來做為你背與腹肌的訓練日 恭喜你在健身房完成了四天練完全身這個重大的里程碑 其實有很多網友他們會私訊我跟我說 覺得自己很瘦弱啊 不敢來健身房 覺得之前器材好像都是給句句專用的一樣 或是怕自己用的不好啊 會被別人笑 首先我得告訴大家 健身房是給想提升自我的人來使用的 大家使用健身房器材的權利都是平等的 絕對沒有什麼句句專用 大家來健身房一起進步 一起互相勉勵 來過就會知道其實大家都是非常友善的 那也不要怕器材用的不好 而不敢去使用它 我剛開始進健身房的時候 動作都是做得亂七八糟的 你不去用它們就不會熟悉它們 動作自然而然也就永遠都不會進步 所以不要想太多 不要擔心帶著一顆快樂的心來健身就對了 今天這支示範影片呢 全部都是在新北市板橋區 舉光路211號的三建客健身房 也就是我們自己開的健身房裡面拍攝的 這邊除了有專業好用的健身器材以外 還有這一台超級專業的提出成績 Ternita NC980MA 這台超級準 80萬 此區空氣品質由Brown全面守護 蓋衣如果注意到健身房空氣十分清晰 沒錯 我們這個150平的健身房裡面 除了定基的ROG器材以外呢 還有十台德國的百靈空氣清淨機 所以我們這邊的氣味才會這麼的清爽 所有你想得到的意味都交給它來守護 難怪我都沒有聞到什麼汗味 它呢除了外表低調帥氣之外呢 重點是它的濾網可以拆下來清洗 所以在守護我們空氣的同時呢 可以減低你耗材的成本 講那麼清楚不愧是工商聚集 你以為這樣就完了嗎 沒有還沒結束 我們這邊的場館是交由 三角點品牌顧問公司來幫我們設計的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新的LOGO 這個LOGO是不是看起來比之前的更加的簡潔有利呢 加上我們場館這邊有三條燈這樣子 插進去 這是好像我們三劍客的風格 沒想到這個燈還有這個寒液在裡面 然後另外就是空間都是以水 金屬還有木頭 這三種當作組織素來設計 然後在這個玉派當中還帶有 木頭的溫暖質感 它可以讓黃色的黃色 就會讓空間更加明亮 就像我們三劍客一樣 又玉派又軟軟的來自 太棒了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歡迎大家到板橋店三劍客健身喔 三劍客有IG、Facebook 大家都可以追蹤 詳細的連結我也會放在影片的下方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岩蓋 我們下次見 掰掰